发死 你们胆敢死闯东宫 滚出去 圣上班旨 捉拿鸾桶 拿什么鸾桶 滚出去 太子 太子救命了 你们 李世民一世英明 立的太子却荒唐不堪 平日里在东宫雷鼓掩兵 吵得整个皇宫不得安宁 近日又沉迷鸾桶 败坏国锋 李世民大怒 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 如何继承我大汤记忆 父皇 正是想到大汤的基业 臣不敢不报父皇 这个在一旁煽风点火的 便是四皇子 魏王李太 李太为人聪慧 有心机 一直觊觎东宫之位 加上平日功继卓著 李世民对他是喜爱有加 来人哪 现在就给我逆兆 废掉这个太子 陛下 太子意味非同小可 李世民在气头上 扶尘长尊无忌 却不得不冷静 他劝李世民从长计议 废利之事 关乎国本 千万要慎重 李世民无奈 太气的头疼欲裂 鸾同事件后 太子对魏王李太的怀恨 达到了极点 他召集党宇 准备密谋杀掉李太 我一定要杀掉李太 当初皇上不是杀了皇寺 才做了天子吗 此事 不能手软 越早越好 谈何容易 魏王李太 早有戒心 处处地方 告不如 怎么不说了 臣的意思是 想让殿下早点继位 再处置李太也不晚 只怕皇上不令太子一位 你是说先将父皇 魏王府 四皇子李太最近也是心神不宁 虽说太子一直犯婚 但敌长子这个属性加成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如何努力 最终太子依然能侥幸逃脱 正彷徨忽然吓人来报 捉到一名蒙面歹徒 李太喝退左右和蒙面人商讨起来 此人居然是李太安插在太子身边的奸细 东宫卫士何干 太子真的要动手了 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谎称太子病重 皇上避进东宫探视 然后杀死父皇 太子继位之时 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四殿下料事如神 到时候我们起奏皇上 不 倒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就让父皇去东宫 如果皇上遭遇不测呢 正好我们捉拿太子为父报仇 昭示天下 那么四殿下就会理所当然的 君临天下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誓杀登基的李世民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倚重的两个亲生儿子 都密谋着要弄死自己 这日夜里狂风骤旗 李世民正和五妹娘玩主仆游戏 忽然东宫来人禀告 太子病危十万火急 陛下 太子病情恶化 现在 他 被车年 起驾东宫 李世民随即起身 一行人火急火燎的 往东宫赶 恰逢国舅大臣 长尊无忌 进宫汇报工作 听闻太子突发恶极 心中起义 赶紧于反倒拦截 何事惊慌 陛下 臣特意赶来 请陛下回宫 臣听人密报 几天前 东宫撕兵器 魏王李太的情报 及时救了他一命 眼下螳螂捕蝉 渔翁得力的计划 已经落空 太子洛王 已是板上钉钉 为了抹除自己的痕迹 李太决定 让奸细何干 提前禀告李世民 让何干 密报父皇 就说 太子谋反 何干来到李世民面前 将太子的反义反行 一一禀告 宫外电闪雷鸣 风雨大作 宫内的李世民 也是内心地震 无数 无限太子 朕又亲手杀了你 陛下 陛下 臣为陛下安危貌似相报 不敢妄言半句 我 我臣前是朕亲眼看大 心血浩尽 怎么会有谋反之心呢 朕又杀了你 陛下 陛下 就在何干生死之际 代替李世民前往东宫的国舅长尊吴继 已经来了 他拉住李世民 将所见所闻 一一如实禀告 陛下 太子并无重病 只见他神色慌张 周围侍从行迹可疑 暗赴杀机 臣 未敢救流 陛下 据小臣所知 早有五百军事暗藏在东宫各处 他 他朝东宫 居身成前 连朕最疼爱的儿子都想杀死朕 朕还何苦活在那个世上 父皇 父皇 李世民准备八件自吻 结引他最疼爱的两个儿子 让他伤心欲绝 第一个是太子成前 为了提前登机 居然密谋弑父 失败之后 另一个最疼爱的儿子 魏王李泰 顺理成章的准备入驻东宫 然而就在他即将成功之际 大臣长孙无忌 却发现了他的阴谋 一天 长孙无忌找来了 曾经的东宫卫史何干 此人是魏王安插在太子身边的奸细 太子谋反一事 就是他向李世民告的密 为此 李世民将他封为县公 然而事后 长孙无忌秘密调查 发现了他与魏王李泰的勾结 这里搜出你魏王的密信 来人呐 带高顺 无忌大人 好家伙 这高顺乃是太子的贴身侍卫 没想到他居然是长孙无忌 安插在太子身边的内应 好端端的一个太子 贴身之人全是内应 真是可怜呀 这个何干 俺通魏王府内啊 那天陛下如若真的亲临东宫 死的不只是陛下 还有太子成亲 什么 何干 一招供 俺魏王府之命 臣太子谋害陛下之时 杀死成前 儿后登基 再立新朝 李世民人都傻了 本以为谋害自己的只有太子 没想到魏王李泰那天 其实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长孙皇后 睁开眼睛吧 睁开眼睛 看一看你养的儿子吧 李世民这里爱他一顾的长孙皇后 是因为太子成前与魏王李泰 都是长孙皇后所亲生 结果两个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相互敌视不说 还都想弑父上位 李世民心如死灰 帝王家的无情算是让他见识到了 正要拔剑自闻 结果被晋王李治拦了下来 李治昔日最让李世民所厌弃的怯懦无能 此刻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心中安慰 看着痛哭流涕的李治 李世民决定 就这样 一脸懵逼的李治 稀里糊涂的成了最终的太子 原先的太子李成前被贬为庶民流放前州 魏王李泰被点为东来郡王幽进前州 处理完一切 李世民是心里焦脆 然而儿子们不争气 女儿也同样让他恨铁不成钢 启禀皇上 这欲诊是盗贼从汴基和尚的草案所得 经臣逼问 汴基招任是高阳公主送于他的 什么 定情之物 公主呢 公主也公认不会 要面见皇上 要皇上放回汴基 旨意刚下 高阳公主丈夫房依爱的父亲 房玄陵求见 显然是为儿媳高阳公主求情来的 然而李世民自认眉脸见庆家 遂下令 公主做出这种伤风败俗 大逆不道之事 辱没了我大唐国锋 朕无言面对方爱卿 公主交易驸马随意处置 皇上 滚 以上的儿子女儿 结尾嫡出 都是长孙皇后所生 可怜长孙皇后一生贤惠 生的子嗣 却个个都是人才 目前唯一没有犯错的李治 却也让李世民爱不起来 这日 李世民召来了 已经成为太子的李治 有要事向上 你看过这本奏章了吗 新罗国 是我大唐的臣国 而高沟丽呢 竟敢起兵 攻打新罗 断越新罗 向我大唐进贡之路 高沟丽竟敢冒犯我大唐 北父打算欲驾亲征 父皇 父皇年事已高 冒险远征了海 十分不妥啊 那么 儿臣以为如何呢 儿臣 儿臣以为 李治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话来 李治民无奈地摇里摇头 北父就想从你口中 听到一句话 可是你 父皇想听我说什么 带父出征 啊 父皇 生子如羊 父皇 我 好了 你就在都中做监国 让为父带你去征服高沟丽吧 李治民 此次征讨能成功吗 一直为上线的五妹娘 又将如何从婢女的身份脱身 我们下回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